肯定之后 我们现在再进一步 赋予我们大陆佛教的 一个可能性 跟大家来谈一谈 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这直激于上一次所说的内容 上一次所说的内容是 对汉传佛教的一个信息 当然这是一个泛泛的说法 一直到昨天 一直到今天早上 其实我们在谈 法华三位叉的时候 乃至于跟我们 成名名法师在车上聊的时候 其实都还是一样